妈 你来了 我女儿呢 里面呢 美丽 美丽 我让你打的钱怎么还没打过来啊 我这个月生病花了点钱 哼 谁还没个头头脑热的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弟弟年底结婚要买房子 你当姐呢 必须给我拿出二十万出来 妈 最近施阳公司的生意不太好 上次弟弟买车都已经拿了十五万了 这会又要买房 我哪来那么多钱呀 他公司好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啊 你是他亲姐姐 他是你亲弟弟 你不帮他 谁帮他 我真的不知道上辈子欠你什么 你们怎么这么偏心啊 我跟你不说这个 我告诉你 你必须拿钱出来帮你弟弟 要不然啊 你没我这个妈 我没你这个逆子 妈 这两万块钱 你先拿着 不是 以后你生个病 住个院 花多少钱 我们都愿意出 但是小舅子买房这事 我们正没这个义务啊 嘿 你这不是在阻证我吗 不不不 妈 我只是打个比方 还有妈 你也知道 我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 每天起早贪黑的 也赚不了几个钱 赚的也都是辛苦钱 请你以后 不要再为难我老婆了 您不心疼他 我还心疼他呢 有一次 她说梦话 她说 我有一个弟弟 我很喜欢他 爸妈 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了 我就像是捡来的 妈 你不能这么偏心 美丽 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呀 您这么偏心 只会给子女带来隔阂 甚至 反目成仇 妈 对待子女 要公平 咱也不说 哪个好 哪个不好 因为 你也不知道 以后 谁能跟你养老 你现在偏向哪个 含的 都是孝子的心呢